淡漠的消亡远胜于没有底线的缝影 中年是人生的分水里 人生上半场 我们热衷于呼喉唤有 把身边的每个人都看得很重 越往后才发现 每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都等不来撑伞的人 于是我们低了头 扔了走 接受了事态炎凉的现实 慢慢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过度的付出 只会让自己白白背负更多的痛苦 做一个薄情的人 才是处事最好的方式 一 有句话说得好 人生有度 货泽为灾 当你对一个人过度热情时 换来的不是温柔以待 而是对方的冷漠回忆 多年前 使玉珠刚刚步入中年 他对朋友肝胆相照 甚至曾为好友担保十几亿债务 他以为自己对别人真心付出 也能换来他人的坦诚相待 但现实却狠狠给了他一个教训 1994年 使玉珠资金链断裂 负债2.5亿人民币 为了还债 他给各个熟悉的朋友打电话 甚至亲自登门求人 没想到 那些他曾经慷慨援助过的朋友 此刻却纷纷避而不见 有两个见了他的 也是含糊其词 不愿正面回忆 使玉珠跑了半年 头发都白了许多 却没借到一分钱 无奈之下 他只能损失集团利益 要集所有资金去还完负债 这才度过此次危机 也是这段经历 让他认清了一个道理 对任何人太好 下场都是让自己失望 人与人的交往 过多的热忱和帮助 只会让自己寒心 月亮与六便士里 施特略夫是一个画家 不到四十便已没了头发 因为他身材矮胖 加上头发稀数 朋友们总是私下对他无情嘲笑 可施特略夫才华横溢 画作总是能卖不少钱 朋友们对他激进挖苦的同时 又不断向他借钱 施特略夫总是会热情回忆 把辛苦赚来的钱借给别人 他也以为自己这样付出 一定能换来朋友们真挚的情意 直到某天 他无意听到朋友们在背后嘲笑 那个可笑的矮冬瓜就爱服侍别人 他已经习惯了 这时他才痛不欲生 原来自己毫无保留的付出 其实只是一个笑话 可取烂好人下 曾有一条网易热评 对谁都真心却做不成好人 有人对着你微笑 背后说你蠢笨 有人收了你礼物 心里骂你穷困 中年人最大的悲哀 就是在本该成熟的年纪 还活得过于单纯 总以为真心就能换得真心 却忽略了 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感恩 掏心掏肺对待别人 很多时候换不来回报 只会换来一生的教训 二 年轻的时候 人总是很傻人 即便委屈自己的感受 也想尽力满足别人的要求 但到了中年之际 当你强撑着帮助别人的时候 也要想想自己摇摇晃晃的处境 恰到好处的薄情 总好过委屈自己的感受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电台主持人 放假回老家 见到了一位许久未曾联系的老友 这位朋友听说他在电视台发展不错 特意来请他捧个忙 朋友说 自己的儿子刚刚毕业 希望能进他所在的电视台实习 主持人听完后 委婉拒绝了 他先是解释自己所在的电视台 入职要求很严格 随后又说明 自己不过刚刚进去 人为言轻实在说不上话 这位老友却始终不信 他不依不饶地请求 甚至带着威胁的语气说 你要是不帮我这个忙 我们以后就不要来往了 主持人听完这话 想也没想 斩钉截铁地说了句 好的就走开了 从此 他与这位老友彻底断绝了往来 作家苏秦说 当附书没有回报的时候 请收联起那不管不顾的行身 做一个不情之人 我们不去辜负和伤害谁 但会留一条底线保护自己 渐渐你就会明白 那些抹不开的脸面 理不清的关系 其实都无关紧要 毕竟到了这个年纪 谁的生活里还没点难题 当真心不被体谅的时候 长痛不如短痛 不妨去做个了断 那些附错的真心 就把它当作心底的垃圾 一并清空 保持适当的薄情 不是冷漠无情 而是一份难得的人间清醒 三 到了一定年纪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生活里活得越通透的人 往往看起来越冷漠 其实不是他们无情 而是他们更懂得爱自己 他们不会无脑 把别人的需求放在第一 而是会用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 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圆满和舒适 作家樊登讲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成名之后 他的身边涌现了很多人 无一例外都是找他帮忙的 有人请他给自己的书写序言 有人办线下活动请他站台露面 但樊登都一口拒绝了 这些人遭到拒绝后 纷纷斥责他不尽人情 一点小忙都不愿意帮 樊登却回答说 自己只要开这个头 后面就会有无数的忙要帮 想想都觉得泪与人交往 审时度势的冷漠 远胜于不合时宜的热情 尤其到了中年之际 更要减去无味的好心 作为演员 陈道明一直以特立独行文明 他不喜欢跟朋友走得太近 他觉得人跟人之间 真到了掏心窝子的时候 就很容易疏离 至于朋友的求助 他更是看得很淡然 有一会 胡存心的女儿蒲方 举办了一个活动 刚好在后台碰见了陈道明 因为陈道明和父亲关系很好 于是他便提出 让陈道明帮忙录一个视频宣传 没想到陈道明听后 直接拒绝了他 我帮你签名可以 录视频就算了 问及原因 陈道明说出了两个理由 一是自己不想搞掉 二是活动和自己无关 胡方说 自己当时很失望 认为叔叔过于凉薄 但是等到他也迈入中年 才终于理解了陈道明当初的决定 人生的路程越往后 一切就变得越复杂 在生活的难关面前 自己尚且自顾不暇 弹劾他人 有时候不情 并不是真的冷血 而是还自己一片清静 真正风透的人 不会费尽去迎合那些 不痛不痒的关系 认真活好自己 但莫对待事实 才是做人最舒服的方式 障碍临层感慨 人世间的关系 远比预想得更脆弱 是一个需要细针慢着的过程 任何一段关系 无原则的逢营 只会把自己推向一个 不见底的深渊 中年以后 学会做一个薄情的人 才是对于生最大的救赎和解脱 点个赞 适当冷漠 适当凉薄 在复杂的生活中 留一半释然 或一半清欢